各位好 現在我要介紹一項對於爵士鼓手來說非常重要的器材 但是我們往往會忽略它的重要性 特別這個器材對於我們的健康 對於我們的體態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這個器材就是鼓椅 有些鼓手在演奏久了以後常常會覺得腰痠背痛 當然除了你的姿勢可以有些調整的空間 以及你的個人的身體核心肌群可以多加鍛鍊之外 鼓椅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們常常在鼓教室或者是練鼓的地方 或者是像練團室遇到一些狀況不是很好的鼓椅 它會左右搖晃它會很不舒服 所以它會增加你的脊椎以及核心肌群的負擔 所以你不但沒有辦法輕鬆好好的演奏 長期下來可能會造成你的脊椎 以及一些肌肉方面的肌腱方面的不必要的負擔跟壓力 那我們今天來好好的講一下鼓椅 認識一下鼓椅 你該怎麼樣好好的設定鼓椅 那順便我們來簡單的介紹一個 做一個開箱 介紹一個很平價但是我覺得很不錯的鼓椅給各位 今天就要直接用這一張鼓椅來做示範 介紹給各位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鼓椅 它最簡單的構造就是分成坐墊以及它的支架 坐墊通常會放在支架上面 我現在手上這個就是我要做開箱示範的這個鼓椅 這個坐墊 那有的坐墊它會附一個靠背 有椅背的通常是在高級一點的款式 但我覺得那個並不是很必要的 有的話不錯你可以靠著休息一下 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鼓椅都需要有這個背 背後靠背的這個這個裝置 那這個鼓椅它即將會放在這架子上面 他們會組織在一起 這架子目前你看到的這是三隻腳的架子 有些架子是四隻腳的 那鼓椅這個坐墊通常是會這樣直接安放在這個腳架上面 通常容易出問題的狀況就是這個關節固定的沒有很好 我現在沒有固定只是放著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這種搖晃的感覺 但有的鼓椅你在遇到一些狀況不好的鼓椅 即使它已經固定好了 可是還是晃來晃去的 它會讓你坐著的時候 你身體的脊椅它一接接著一接的脊椅 會變成底下的那一接開始搖晃 因為你的坐的不穩嘛 你的髖關節 你的坐骨 它是不穩定的 所以你上面的這個骨頭 每一節也會跟著必須要適應去調整 所以底下的那一節搖晃一點 上面也要跟著搖晃一點 變成每一節都在以不同的角度隨意的搖晃 那負擔會變得很大 所以鼓椅必須要 首先能夠做到它是 不要有太大的左右搖晃 但是由於鼓手的演奏需要 我們需要鼓椅有一個相當程度的 可以轉動的空間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在調整鼓椅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我希望它可以 稍微的有一點轉動的餘裕 讓我可以移動可以移位 比較方便 但是我又希望它能夠 穩定不要有太多的左右搖晃 以免增加我的腰背的負擔 所以在正確的設定鼓椅也很重要 有時候你遇到一些鼓椅 讓你做起來不舒服 也有可能不是鼓椅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我們還沒有找到怎麼樣設定它 所以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設定鼓椅的方法 順便把這張 把這張鼓椅安裝起來 首先我把這個鼓椅已經張開了 這個是鼓椅的腳架 我再把它合起來讓各位看到 拿到新的鼓椅的時候 腳架通常會是這樣子的 拿出來之後 首先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螺絲 一個螺母把它轉鬆 轉鬆之後腳架拉開 包含像鼓椅的腳架 銅拔的腳架或者是 這種三角形的這種腳架 它打開有一個秘訣 其實你用兩隻手張開的 有一隻腳其中靠在地上 這樣拉開 向後拖 就很容易拉開了 像這樣子 把它張開之後 張開到一個適當的角度 通常我不建議張得過開 有些人可能希望穩定 想要穩定的情況下 就會把這個腳架 張得比較開一點 但我自己是覺得適度就好了 我不喜歡張得太開 張開到一個程度之後 就把這個旁邊這個螺母把它轉上去 在轉的時候 我也不建議轉到非常的緊 事實上這些器材在轉動的時候 不需要過度的用力 轉的差不多 手指已經覺得用力到一個程度了 不需要更加的暴力的去轉的過度的緊 對於器材來講 壽命會因此而縮短 通常我覺得只要有固定的住就可以了 那一個良好的器材 你會發現當你轉緊的時候 不用轉到很用力 只要固定住 不太有辦法去撼動它 它的固定程度就非常好 那有的器材比較爛一點的 你可能轉到很用力了 你會發現它還是有鬆動的可能 比較容易出現不穩的狀況 通常那就是不是我會喜歡的器材 那現在我把它固定好以後 你就剩下這個鼓椅裡面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這邊 各位可以看得到這一節 這一節的位置等一下是要把鼓椅套上去的 那在那之前我要講一下 你會看到這邊還有另外一個螺母 這個螺母是把它轉鬆之後 這個上座就可以慢慢的拉出來 事實上它並不是這樣直接拉的 它這裡面是有螺旋狀的構造 我把它拉近一點讓各位看 會看到這是一個有螺紋的 你可以這樣轉上來 你可以轉進去 所以它不是直接拉的 那當然你把這一個螺母轉上去固定了之後 它就不太會轉動了 那這一個轉出來或者轉進去 它的目的是為了要控制鼓椅座椅的高度 所以你要去了解 當你要控制你的座椅高度的時候 你就需要去轉這一根喔 中間這個軸這個rut 讓它拉出來一點或者是轉進去一點 那你想要再控制它的時候再轉鬆它 那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當你已經轉到理想的高度了 可是你忘了固定這個螺母 有可能會產生一個狀況 它還是會晃動 那有時候這樣就會增加一點點不穩定 這裡不穩定 另外一個關節也有一點不穩定 許多的不穩定的環節加在一起 它的不穩定的程度就會變多 那在乘坐的時候 你在使用鼓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晃動的幅度有點大 就會讓你的身體 讓你的骨骼受到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會盡量注意每個 這個細節 你注意到這個環節 如果放鬆的話 有一點聲音對不對 它是會鬆動的 畢竟這是要轉動的 所以它如果卡得太緊的話 會變得不好操作 那你要去固定它的時候 就把它轉住 固定好 這個鬆動的聲音就沒有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那這個中間這個rut 是調整高度用的 那你會注意到一些細節 就是像中間的這一根軸 比較好的情況下 它是實心的鋼鐵 所以很重 這裡會等於是整個產品裡面 算重量蠻重的一個部分 但是實心的當然它比較堅固 也會比較穩定 有些使用的中間這個是中空的鐵管 當然作為一個非常平價 而且輕便的款式來說 我不會覺得它是很爛的產品 但是它的目的是為了輕便 如果是為了穩定 以及讓你乘坐起來比較舒適 保護到你的健康的話 我覺得還是比較堅固一點 比較紮實一點的產品 是我比較喜歡的 那現在我要把這個骨椅的坐墊 把它安裝上來 在安裝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這個坐墊這裡 這裡有一個孔 就是要把這個剛剛這個 腳架的這個軸套進去的 那你還注意到 這裡也一樣有一個螺母 我把這個螺母轉鬆 然後把這個軸套進去 安裝的時候其實還蠻簡單 就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那由於剛剛在示範的時候 我已經把底下這個 調整高度的這個部分固定好了 所以這時候轉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 是上面的這個 坐墊跟這個軸之間 它是鬆的 所以它可以轉動 我在演奏的時候 我的骨椅會呈現這種狀態 就是我可以轉動 但是這個高度不會因此有所變化 你會注意到這個 底下這個軸沒有 沒有動 會是這樣 它不會移動 如果你想要調整它的高度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這樣子 我會把這個 我現在指尖所指的這個 希望畫面上可以讓各位看清楚 這邊比較亮可以看得到 我的指尖所指的這個螺母 轉緊把它固定住 這時候骨椅就呈現一個沒辦法轉動的狀態了 再把底下這一個固定中間的這個軸的 螺母把它轉鬆 轉鬆之後 如果我想要讓骨椅降低 碰到我的椅面 順時針的轉動 你會發現它的高度就降低了 如果我想要調高我的骨椅高度 只要逆時針的轉動 骨椅慢慢的就會變高了 在這邊我們要注意到 有的時候為了要急著打鼓 所以這時候就跳上去就開始打了 你要注意到 這時候你底下的軸跟這個腳架的這個座 是鬆動的 這個情況下其實這整個骨椅還是不穩定 你也聽到這個 KININ KWANG的這個 金屬撞擊聲 這不是一個良好的設定的狀態 你調到理想的高度之後 你還是得要做一個動作 把這一個螺母固定住 然後鬆掉上面這個螺母 這時候它是可以轉動的 但是底下的這個軸卻是穩定的 不會有太大的晃動 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 如果你喜歡的狀態是絕對的穩定 你可以把所有的關節的這個螺母 全部都把它鎖上 這時候你會得到一個 不太會搖晃的骨椅 當然就會更加的穩定 有些骨椅在底下的這一個軸 跟腳架之間 腳架的這個底座之間 還會有一個環節 多一個這個環節 上面也附著一個螺母 是用來固定用的 像是畫面上你所看到的這個款式 底下這邊有一個 這個 這個裝置 它可以再固定 再多一個環節 它就會再更加的穩定 有些骨椅的穩定度非常的高 相對的你會付出多一點的代價 來購買它 作為比較年輕的骨手 一般來說 比較不會那麼快速的注意到 乘坐的部位 對於自己的身體健康的影響 但是隨著你演奏的時間越來越長 或者是你的年紀稍長的時候 比起投資在你的小股 投資在銅拔這些部分 我建議大家更加的 花注意力在骨椅上面 對於你的健康更加有影響 對你的演奏品質 跟生活品質也會比較好 今天的介紹跟開箱就到這裡 對於我們的好看 是個新的地區 好嗎 好嗎